大家好,我是末端 欢迎来到科技门信 这期讲的是如何申请ease ordev 这个免费的域名 以及如何应用到Cloudflare上 这个东西就像上海经理的猪环 肠尾能自咬,绝对能形成闭环 按官网的讲法 它是在它官方的Cloudflare DNS的界面里面进行管理的 但是你是可以把它应用到你的Cloudflare的 Works或者Pages的项目里去的 它是通过这位大神的Giha仓库进行管理的 需要通过提交一个pool request 通过验证之后就能使用这个免费的域名了 虽然它不能直接托管到Cloudflare上 但它可以应用到你的Cloudflare的Works或者Pages的项目中去 作为自定义域名 目前按官网的讲法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它的官网了 点Quickstar 看一下如何快速启动这个项目 注册我们的域名 首先要fork它的repository 然后是它的Json file 这个Json file就是你要做的pool request Json file的名字就是你要的subdomain的名字 点这个可以查看Json的文件名是否合法 点一下 这些情况是不合法的 这些Json文件的名字是合法的 回头这是它Json文件最基础的要求 这个Json文件提交之后通过审查 它是人工审查 会变成你的DNS记录 这样这个申请的域名才能正常的使用 它最简单要求就是Giha用户名和你的CNAME记录 可以点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验证Json文件内容是否合法的网站 点一下JsonLink这个链接 可以把你的Json文件复制链贴到这里 这样就可以知道你的Json文件是否合法 这里有一个强调 它强调了你的pool request就是Json文件 不要添加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这个链接 这个FAQ的链接就是常见问题的答案 可以点一下去查看 点完以后发现页面还没有创建 回头 这个就是它的快速开始了 我们就按这个步骤走一下 首先我们去插一下这个大神的Repository 点这个按钮 点这个OurRepository的按钮 这个是它自带的描述 可以不管它 然后点CreateFork Fork好了就是这样 点一下Code按钮 复制HTTPS的链接 用这个命令把这个Fork的文件 拉到本地 需要稍等一会儿 用这个命令进入到刚才拉取的这个仓库里 看一下这个仓库的文档结构 主要是要找一下它的Json会放在哪里 可能是这里 Json文件要放在Domain底下 点仓库名回到主页 看一下它的ReadMe PR提交以后会被review 要自己去查看状态的改变 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需要有一个有一定完成度的网站 必须是个人网站 不能用于商业目的 其他好像也没什么了 到你的Cloud Player 打开Works and Pages 创建应用程序 从Hello World开始 点击开始使用 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 点击部署 点击编辑代码 全选 删掉 粘贴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博客页面 这里就是来做例子用的 根据它官网的要求 不是要有一个有一定完成度 不能太空的页面 先做一个简单的博客页面 然后点部署 版本已保存 这样就应该是部署好了 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做混淆 点项目名字 回到控制页面 点一下访问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简单基础的博客页面了 关掉 接下来就要准备给官网的一个追寻文件 根据之前看到的最基础的应该要有owner和records 添加proxy的字段 这个东西的作用是让GitHub的仓库能够帮我们 托管到它的Cloudflare DNS的管理页面的时候 能够进行Cloudflare的代理 这样有可能我们申请的这个IslaDev的免费语名 可以用到其他项目上 在官网的这里可以看到FAQ 这是它支持的记录类型 点一下Domain Structure 这里就有Draison Structure 这里就写得很清楚 这两个是必须的 这个是选填的 我们点一下这个 它这里说的很清楚了 使用这个字段的目的 就是为了Enable Cloudflare Proxy 就是为了Cloudflare帮助做代理 它还提供了一个例子 点进去看一下 这就是它官网给出的一个例子 这里还有非常多其他的例子 根据例子是不需要描述的 所以描述就去掉 之前也看到了它是支持多种记录的 如果要应用到Cloudflare上 一般就是CNAME记录 或者是A记录 那什么时候选用CNAME 什么时候选用A呢 如果你用服务器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选用A记录 如果你没有服务器 你是一个页面 是一个网页 你就用CNAME记录 Owner这个也很简单 就是Giha用户名和Giha的邮箱 这些按你自己的要求修改好 修改好以后进到Domains底下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这个文件叫做subdomain.json 比如说你的subdomain叫lmckh.json 这样就创建了这样一个Json文件 然后用这个命令开始编辑它 输入I 然后粘贴它 按esc键给冒号 输入WQ 这样就保存退出了 当然你要确定user name email和CNAME 都已经按照你自己的要求改好了 查看一下你刚才修改的追寸文件 它是存在的 你要保证user name email和CNAME 都按照你自己的要求修改好了 追寸文件push到GihaRepository上面去 就使用这样的命令 按回车 需要config一下用户 我们config一下Giha用户再过来 命令就是这两条要不要global都可以 config好了再次运行这个添加命令 然后开始push push就是这个命令 现在需要提交pr 用这个命令创建一个新的分支 创建好了以后直接push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含有改变的这个分支 push上去 复制粘贴 这个命令就可以push上去了 在你的Giha倉库里点一下man 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你新创建的这个刚刚push上来的分支了 用这个命令检查一下我们创建这个追寸文件是否存在 确实在这个分支底下是有这个追寸文件的 这样这个branch就和manbranch一样有我们需要的这个追寸文件了 回到你fork的这个repository 点一下pool request 点一下newpool request 这个选择你上游的repository 也就是这位大神原本的这一个EtherDev的repository 这个就选它的主分支 这个是我们自己fork的repository 这个要选择我们刚才推上来的这个feature branch 然后点创建pool request 这些全部都要填X 全部都填好X以后 表示同意了以后 记得勾起来同意管理者修改 这样就方便交流 然后点创建pr 现在就是要等待review了 那根据官网的讲法 这肯定是不能自动review的 之前有一个小错误 在复制粘贴你cname的domain的时候 要注意空格 结尾的时候不能有空格 修改一下再次push就好了 根据官网的讲法 它是不能自动merge的 必须是review以后才能merge 自己要观察状态和review的人员沟通 一旦发现它这个review通过了 你就可以自己手动merge merge好以后 DNS记录在几分钟之内就应该是会被发布 pr merge好DNS发布之后 你会需要这几个命令 把它从上游的repository 也就是原始的EtherDev的repository 同步到你自己的fork的repository里去 就这么四个命令 同步的过程应该是很快的 这样方便你以后继续做修改和维护 那应该怎么把它应用到Cloudflare上呢 因为它本身说的就是不能直接脱管在Cloudflare 刚才那个链接实际上是连接到了Cloudflare自己的文档 它这里也写得很清楚 EtherDev的自定义的域名 只能应用到custom domain这个地方 然后Cloudflare会自动配置DNS 那到底过程就已经讲完了 之后就是等通过 然后自己merge 然后同步回自己fork的repository 然后就是去Cloudflare上在pages里面设定一下custom domain 在等待review的过程中 原本的DHARD仓库是有可能升级的 所以会需要updatebranch 如果不updatebranch 就会长时间卡在这里 也就是审查一直通不过 点一下updatebranch 稍等一下 这样就好了 之后就是等审查 然后自己查看状态 会不会需要修改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就在审查通过之后mudge它就好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使用面比较窄 虽然作者是表示愿意长期维护 也愿意免费提供给大家 就我个人感觉是使用面比较窄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 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 谢谢